Hello,大家好,我是小陈 有粉丝朋友在私信我 问我修开关电源 需不需要接假负载 或者开关电源输出 大家可以看 以我这个为例 它有一个电阻 为什么输出的正极和负极之间 接一个电阻呢 那么这其实是一个负载电阻 那么就是为什么要有负载电阻 或者说是有这个维修的时候 这个输出要接一个负载呢 其实是由于我们这个开关电源 它的电压输出高低 是通过这个反馈 就是输出的电压 反馈到这个初级 来控制这个PWM 这个麦款调制信号 来控制这个输出电压的高低 那么由于这个没有负载 或者没有这个负载电阻的时候 那么这个刺激就出现一个开路状态 那么出现开路状态的话 由于刺激的也有电容和电感 大家知道这个电容电感呢 都是可以存的 那么就会导致它这个电压虚高 那么这个电压虚高 最终反馈到这个初级来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降低这个占空比 那么降低这个占空比的话 那么最终就会导致这个输出功率降低 使这个电压只是虚高 但是并不是真正的高 所以说就用上这个负载电阻 使它构成一个回路 产生这个电流 总的来说就是说这个负载电阻 主要是起来一个稳定反馈回路的 稳定输出电压的 也是便于控制 由于它是一个开路状态 就和之前我跟大家讲过 溶住降压 溶住降压的时候 它的溶住降压之后 如果是开路状态的话 它这个电压是 还是220伏 相当于还是220伏 它并不是说能降到多少电压 它只是说它这个次级必须接上负载 它这个电压才会降下去 那么这个同样也是这样一个道理 那么这个负载电阻 同样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可以释放这个 次级输出的 这个逆波电容的 这个所存的这个电荷 当这个开关变压器 断电的时候 开关电源断电的话 那么这个电容上面的这个 所存的这个电 那么就会通过这个负载电阻 给释放 总的来说吧 这个负载的话 在维修开关电源的话 最好还是接上 当然你不接的话 现在的这个开关电源 还是比较的先进 非常先进 所以说不接也还是可以 但是最好是接上 特别像这种开关电源的话 它是加了一个电阻 那么就说明这个 还是有一个 加负载的一个必要性 当然有这种负载电阻的话 那么就必要接这个负载了 主要的作用就是说 稳定这个电压 这个反馈控制 这个控制环动 稳定这个电路的 好 那么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 有没有点赞 关注和转发 我是小陈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